正式上任竹学关心新职务政治提拔亮相一任广州 薪酬曝光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足球 广州兰竹还能回到中超吗 这个显念如今已经是完全的揭晓 根据广东媒体新快报的报道 即便未来中超出现地补的机会 广州兰竹也将季节以地补的身份回归中超 广州兰竹季节的因因很简单 没有足够的投入进入中超很难存活 而且进入中超的准路门槛更高 当下的广州兰竹或许连中甲都踢不了 为什么呢 近期明镜里平刚爆料 广州兰竹至今还没有开始局训 也没有和球员沟通薪水问题和准路的问题 根据了解集团高层已经表态 中国足球历史上最成功的技乐部进入了解散倒计师 显然广州恒大不玩乐 广州足协因为此前被处罚 不能成为托管方 这也意味着广州兰竹或许就此解散的消失 广州兰竹前景不容乐观 不过所幸的是球迷关心的政治 这边的出入也是解决了 近期作为中国兰竹中方教练组教练和兰竹在广州进行乐身赛 适逢广东省青少年足球联赛 在广州体育协校揭幕 在揭幕中政治也是亮相的新岗位 政治亮相的是什么岗位呢 众所皆知 2022年政治入职了广州体育协宴足球协宴 成为了一名教师 不过因为此后政治担任了广州兰竹的主教练 政治也是一直没有回到学校 而在这一次的大协组的比赛中 政治也是在办场的时候出现在的教练席督站 根据媒体的报道 按照此前此次大赛的秩序册显示 政治并非偶然来客串 而是在拟职自己的职责 而此次广州体育协校足球队 报名的教练名单上有了政治的名字 政治在协宴里面的新职务是助理教练 这也意味着 政治在也不仅仅是学校的挂名教师 而是有实质的职务 离任广州 虽然政治还有国家队中方教练的职务 但是国家队一年集训的时间有限 从政治的这一次选择 我们也可以知道 政治也将返回校园足球队 承担助理教练的职务 虽然这个职务一年的薪水也就15至20万左右 不过显然政治并不在乎 政治在乎的是带动轻信的发展 就像这一场比赛结束后 政治主动和球队的每一名球员机长庆祝 并且和队员们合影 鼓励他们继续前力以赴 去拼搏 去追求最高的荣誉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下期我们再见